大家好,我是在官网陪您看世界的股市圈 近期有外媒称钢果金政府以非法采矿破坏环境为由 叫停多家中国矿企 并对中企经营的同股矿项目发起调查 我外交部表示 中方支持钢果金依法打击非法经营 并责承设施公司停工离开 钢果金这名字对很多朋友来说并不陌生 无外乎又一个非洲穷国 事实上钢果金是非洲第二大国 坐拥令全世界眼红的丰富资源 本可以躺着卖矿 然而国内尖锐的民族矛盾 加上长期赚烂与分裂 彻底摧毁了这个国家人民的未来 钢果金现在人均GDP不足500美元 全世界倒数 还是债卡埃博拉病毒的发源地 本期下话话一下就带大家看看 中非宝石钢果金 如何成了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 首先世界上有两个钢果 一个钢果金一个钢果布 今天的主角钢果金 位于中非的赤道心脏地带 人口近8700万 国土面积235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四分之一的中国 妥妥的非洲第二大国 这里有世界上第二大热带雨林 农牧业发达 盛产咖啡可棉花与橡胶 东边挨着坦卡尼卡湖所在的大湖地区 西边是世界流量第二大河钢果河 水资源充沛 更重要的是钢果金有着中非宝石 世界原料宝库的美誉 举个例子 大家常用的手机电子产品里面的芯片 坦元素必不可少 而钢果金的坦泥矿 占全球储量90% 这个国家还有着全世界15%的铜矿 储量排第一的骨矿 油矿 以及排第二的钻石 有人开玩笑说 除了人工合成的 钢果金什么矿产都能找到 实属于一个坐在矿山上的国家 历史上 班图人13世纪在钢果河流域建立了钢果王国 15世纪末 葡萄牙殖民者和传教士抵达 与钢果王国做起了奴隶贸易生意 每年向美洲出口1万名黑奴 为了从殖民手上挣血钱 当地部族间经常爆发战争 相互结下了梁子 后来 葡萄牙人背信弃义 发动军事入侵 杀死钢果国王安多尼奥一世 钢果王国从此一蹶不振 几经分裂以后 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说起钢果的现代历史 就不能绕开一个人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 1885年 利奥波德二世 利用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 攫取了钢果这块土地 还打着慈善人权的旗号 成立了所谓的钢果自由帮 翻译翻译 这个空壳国王 把当时约8个比利时大的土地 变成了私产 他一人说了算 面对工业革命 巨大的原料需求 利奥波德二世 强迫当地土著 采集橡胶 象牙等资源 疯狂捞金 但钢果普通人的生活 却比奴隶还不如 如果每天玩不成工作 就会被砍手 甚至杀掉 欠下的工作量 可以用砍掉的手弥补 甚至有部落相互杀人 拼KPI 比利时承诺的人权 成了弥天大谎 当时的比利时人总督 里昂罗姆 有个令人毛骨索朗的爱好 用成牌的死者头骨 装饰他的花园 康拉德的著名小说 《黑暗的心》中 反派人物的原型 就是这个总督 而这部批判 帝国主义殖民的小说 为一些知名电影 提供了创作灵感 虽然钢果成了 比利时国王的后花园 但他的人民 不堪忍受欺压 多次发动起义 比利时于是引入 代音传统异能 搞间接统治 分而治之 在当地任命酋长 行政 司法 宗教 权力一把抓 殖民者给酋长发薪水 只要他们效忠 根本不考虑 当地的族群分布 酋长之位 还能家族继承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在地方形成了 稳定的族群政治格局 今天的钢果金境内 共有254个部族 班图语系的主体族群 占总人口84% 殖民时期 钢果交通闭塞 绝大部分老百姓 只认识族群 对国家根本没有概念 比利时人 把挑拨族群矛盾 分而治之 玩得炉火纯青 在钢果东北部 他们支持游牧民族 管理农耕民族 在南部资源丰饶的加兰加 又强行迁入班图族的移民 占据原住民 比格米人的土地 比格米人 沦为廉价的农业劳动力 长期过着低贱的生活 渴望翻身 所以加兰加 一直有着强烈的分离主义根基 而所有族群矛盾之最 要属比利时人 迁入的班亚旺达人 与本土金亚旺达人 争夺土地的矛盾 班亚旺达人 分布在今天的卢旺达 乌干达 布隆的一带 比利时殖民者 连哄带骗 编出 鼻子宽度不同 等奇葩理由 硬生生 把他们拆成 胡图族和图西族 图西族 只有图图族人口的 六分之一 却受到重用 许多人当上酋长 过着人上人的生活 还管理 胡图族与本土族群 仇恨之拉满 对图西族的清算 最终引爆了 惨绝人寰的 卢旺达大屠杀 也把刚果卷容内战 根子就是 比利时人埋的雷 到1908年 比利时的残忍殖民 引发大量声讨 大英帝国 也眼红刚果这块宝地 施压比利时政府 从国王手中 接管刚果自由帮 改名为 比蜀刚果殖民地 据估计 刚果自由帮 存在短短20多年 造成高达1000万刚果人死亡 占当时总人口的一半 1960年 在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浪潮下 比蜀刚果宣布独立 成立了 刚果民主共和国 也就是今天的刚果金 首任总理 卢蒙巴 居功至伟 他农民出身 干过工会 因宣扬民族独立 曾被殖民当局逮捕 卢蒙巴主张建立一个完整的刚果 团结各族 坚决反对分裂 是刚果人民心中的民族独立之父 也成为比利时人的眼中钉 虽然卢蒙巴主张全国统一 但许多地方根本不是一条心 大选刚过 加单加省率先宣布独立 内战爆发 叛军甚至当起了带路党 重新邀请比利时军队介入 打击民选政府 卢蒙巴宣布与比利时断交 并向联合国苏联求助 一看共产主义的多米诺骨牌 要在中非联成片 美国慌了 跟盟友比利时合计 由CIA策划发动政变 支持刚果军方参谋长蒙伯托上台 民族英雄卢蒙巴遭到软禁 1961年被叛军中的白人佣兵杀害 说白了 就是美国联合比利时借刀杀人 此后 刚果陷入长达32年的 蒙伯托独裁统治时代 蒙伯托这个人在B站支持区很出名 身为20世纪非洲三大暴君之一 戴着标志性的暴文帽 自己取了个拗口的名字 意思是从未输过的攻击 蒙伯托任人为亲 贪污腐败 把整个国家当成了提款剂 他脾气古怪 残忍世杀 给刚果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 这些是洗不掉的黑点 也是刚果发展不起来的原因之一 但我们今天重点聊他的民族政策 蒙伯托靠美欧的支持上台 在国内独揽大权 为了巩固独裁 他一边清理殖民遗毒 一边压制地方主义 推动塑造刚果的国家认同 想把散装的各族拧成一股绳 70年代 蒙伯托在政治上实行去族形化改革 将全国21个省合并成了8个省 禁止任何以族群为基础的政治活动 各级官员轮掉 避免同族扎堆形成山头 他还试图削减地方酋长的数量 废除酋长继承制 但遭到激烈反对而作罢 经济上 蒙伯托搞了国有化运动 通过法律收缴所有土地 矿产和外资企业 由国家分配 希望打破族群界限 削弱酋长权利 争取国民经济独立 但由于中央政府贪腐成风 大量土地资产 落入蒙伯托的亲信和官僚之手 全国至少1500家外企被收归国有 政府一个子也不赔 于是外资纷纷逃离 加上70年代国际同价跳水 刚果卖矿无门 国民经济陷入崩溃 到1990年 刚果外债高达100亿美元 这期间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 只能依附地方族群势力 摩伯托折腾一通 反倒给地方主义添了把火 在社会文化领域 摩伯托发起真实性运动 翻译翻译 就是本土化 刚果优先 宣扬刚果人民 有着共同的历史 共同的祖先 以此树立民族自豪感 统一民族认同 他打压天主教会 推广民族服饰 民族语言 在全国兴起改民运动 消除比利时殖民影响 比如把刚果民主共和国 更名为扎伊尔共和国 首都利奥波德维尔 改成金沙萨 这些政策 对于促进民族融合 培养国民意识 客观上有一定作用 但本质上 都是为了摩伯托的 个人独裁服务 加上政府腐败 任人为亲 未能打破地方主义的根基 强推共同价值观 不可能被大多数人接受 经济上被剥夺 民众反而进一步 导向地方势力 而摩伯托之所以能当了 三十多年土皇帝 靠的就是冷战期间 西方大国撑腰 六十年代 一和之隔的原法属刚果独立 在苏联老大哥制式下 成立刚果人民共和国 而刚果金资源丰富 为之重要 美国全力扶持摩伯托 只要答应反共 Dollar马上送倒 无论是内部叛乱 还是与邻国的矛盾 西方国家都鼎立支持 但五盖子不能解决问题 冷战结束以后 摩伯托立即失去利用价值 美国瞬间翻脸 断绝援助威胁刚果 搞民主化改革 众多政党像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 代表本土族群发泄对外来移民 尤其是图西族人上人的不满 政坛暗潮涌动 摩伯托为了争取选票 也开始排斥图西人 拉拢本地族群 这成为了日后内战爆发的导火索 1994年 罗旺达政局突变 胡图族图西族互搞大屠杀 造成一百万人死亡 上百万难民逃往刚果 本土族群的排外情绪进一步高涨 1996年 刚果南基屋省政府下达最后通牒 要赶走当地的图西人 图西人于是掀起武装叛乱 卢旺达乌干达 趁机派兵六万入侵刚果 与图西同胞共同作战 视为第一次刚果内战 1997年 抱上了大腿的图西人武装 解放扎伊尔 刚果民主力量联盟 攻入金沙萨 赶走了摩摩托 组织领导人卡比拉当上总统 然而仅一年以后 刚果金又陷入了规模更大的第二次内战 这一次 主角从摩摩托换成了卡比拉 卡比拉生于刚果南部的加丹加省 早年追随卢蒙巴走左翼路线 反抗摩摩托政府 他和切格瓦拉共同战斗过 还曾得到过中国援助 在南基屋省开辟根据地 期间结识了后来的大腿 乌干达总统穆塞伟尼 卢旺达总统卡加梅 但夺权以后 卡比拉尴尬的发现 请神容易送神难 新政府里面 到处都是卢旺达乌干达的顾问 自己被架空了 那两国希望图西族 掌握刚果政府大权 但经历了殖民地蒙伯托统治 刚果的广大本土族群 强烈要求驱逐图西人 出身本土卢八族的卡比拉 最终站在国内一边 跟曾经的盟友翻脸 1998年7月 他将军队参谋长 一名卢旺达军官解职 并要求所有卢军离开 一个月以后 图西人在卢乌两国支持下 再度掀起反叛 这就是第二次刚果内战 卡比拉随后换了一批大腿 安格拉 苏丹 金巴布韦和纳密比亚 他们出兵的理由五花八门 有的是援助在刚果的同族亲家 有的是打击藏在刚果的本国反对派 有的为了遏制卢旺达乌干达的扩张 有的单纯想从战争中分一杯羹 你方唱罢我登场 整个中非大湖地区被卷入战火 超过540万民众丧生 这次内战也被称为非洲世界大战 相比第一次内战 第二场耗时长达五年 但绝大部分时间与政治目的无关 纯粹是为经济掠夺 以战养战 小国卢旺达 乌干达资源匮乏 出兵期间疯狂掠夺刚果东部的富矿区 大量走私黄金 钻石和各种农矿产品 赚麻了 卢旺达总统卡加没吹嘘 在刚果金打仗 经费全靠自筹 卢旺达基本不出口矿产 却一跃成为了卖矿大国 30%收入靠抢 1996年 乌干达从刚果军掠夺了 价值6000万美元的黄金 当年黄金出口飙升至1.1亿美元 是两年前的10倍 而这些财宝的主要买家 都是西方国家的大企业 资本家们对血钱血钻来者不拒 给了卢旺达 乌干达更多的理由 拖延战争 发战争财 刚果金东部的地方割据势力 也与乌干达 卢旺达勾结 占据矿场 招募劳工 把矿产走私到这两国 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供应链 如果停火撤军 局势稳定 这类走私行为必然终止 他们也就没得赚了 可以说 各方都有借战争吸血的动机 只有普通老百姓遭殃 截至2002年签署和平协议 旷日持久的内战 对刚果金的国民经济造成巨大破坏 导致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540万死难者当中 绝大部分属于饥荒与瘟疫 内战结束时 全国1分之1的人口严重缺少食物 东部地区三分之二的人口营养不良 2001年 刚果金有200万艾滋病患者 12万人死亡 约100万人成为孤儿 同年 卡比拉被保镖刺杀 儿子小卡比拉接班 这位国防大学的毕业生 签署了和平协议 制定新宪法 成立新议会 搞分权制衡 但国内民生并没有好转 今天的刚果金 人均GDP不足500美元 71%人口绝对贫困 是全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全国一半人口缺乏饮用水 卫生医疗体系因战乱而瘫痪 虐极艾滋病泛滥 成为埃博拉债卡病毒的发源地 即便脚下遍地是黄金 也无法获得实在的发展 刚果这块土地 始终没有完成民族整合 是殖民者为攫取资源 强行拼起来的一个多民族国家 比利时人搞疯而致之 埋下族群矛盾的定时炸弹 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 事实上具备分离主义的物质基础 独立以后 刚果金政府腐败 民族整合政策失败 只是冷战背景以下 国内危机被大国博弈所掩盖 90年代 邻国干涉 族群矛盾引发内战 周边国家各怀鬼胎 纷纷武装介入 和平遥不可及 国民经济持续遭受掠夺 政府缺位 普通民众只能进一步 依附地方族群势力 反过来导致分离与冲突加剧 没有稳定就没有发展 不发展更加不稳定 形成了一个死循环 刚果金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 实际掌权的集团只关心 自身族群利益和权力结构稳定 方便他们利用公职敛财 至于民众是否认同这个国家 是否能共享经济发展的普遍红利 没人在乎 丰富的矿产 只是统治阶层的聚宝盆 老百姓依然面临朝不保夕的命运 不经历一场打破现有权力结构的革命 不改变这样的发展模式 刚果金要实现民族和解 社会稳定 只能是一具空谈 近年来 地方族群矛盾始终若领若现 武装冲突和治安事件时有发生 西方国家则以此为抓手 经济援助 政治干预 加媒体NGO抹黑的组合权屡试不爽 据那边发展的中国企业 应该对此有充分认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希望大家多多一见三连 激励我们不断拓宽知识分享领域 也欢迎关注我的个人号 我在那里有朋友们进行更多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